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裝 這台工廠裡面沒有安裝過直播的分享 但是有安裝過幾套 那今天剛好有空檔 所以就開個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車是BMW大漆系列 代號是F01 那發行的年份大概是從09年 09年到15年 這台是才有的730D 那它原廠的底盤系統其實都是 主要都是以氣壓懸吊為主 因為這個大型房車跟賓士的S-Class一樣 都是以氣壓懸吊 乘坐的舒適感都是最主要的訴求 所以它的前懸吊系統算是雙黑的懸吊系統 它的前面的避震器其實跟BMW的5系列F10是大同小異的 其實動力也是一樣 那09年08年當時呢 它的像是引擎的話 就是有N54還有N55 都是這個世代的剛好有交接到 所以F01它的動力的話也有使用到N54的引擎 也有使用到大家很熟悉的N55的引擎 那它的前面的避震器上座 把引擎室打開 一樣在引擎室裡面就能夠看得到 避震器有三顆螺絲 那KTE的話呢 這一台車因為前後都是雙黑的懸吊系統 所以我們呢都有附上座 前面的話呢 上座三顆螺絲有附一個 因為它的原廠的螺絲呢 是孔徑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我們有附了一個滑石 才比較鎖附才比較穩固 那這個調整鈕呢 就是在調整阻尼的部分 如果需要硬一點點就順時針調整 軟一點的話就逆時針 所以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像這樣子的懸吊系統呢 它前面上座就沒有軸層 所以我們常常會說的 我們使用的軸層的材質 是日本KOYO的 但這個懸吊系統呢 它是雙A懸吊 所以它的前面呢 就沒有軸層 那前面的雙A懸吊系統 我們所配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200長12公斤 或者是200長14公斤都可以 那前面的話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座 其實這裡的懸吊系統呢 這是後傳的 那四驅的話呢 前面的局部結構就不一樣 因為前面的話如果四輪傳動呢 它需要在這裡呢 要閃傳動走 所以這個是二驅的版本 所以它的前面懸吊 跟一般大家比較常看到的F10呢 懸吊系統是大同小異的 主寧友的部分呢 我們所選用的主寧友呢 是意大利一整筒進口IP的主寧友 油縫的部分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縫 那雙A的懸吊系統拆裝其實也還蠻簡單的 跟之前有開過直播分享的 Audi的A4 B8是一樣的 把這顆螺絲懸從之後 它的上直臂 上雙A倍 分開之後呢 便器就很容易就拆下來 所以前面的懸吊系統 要拆裝其實還蠻 算蠻簡單的 那它最主要的比較耗時的地方呢 是在後輪的懸吊 那彈簧我們像這樣的懸吊結構呢 再調整車高呢 跟麥花城 我們一般最常見的日系車的前面懸吊是一樣的 是從下方的腳管呢 來調整長短 如果我們把整體的長度拉長呢 它的側高就會變高 那這一台車呢 車主也沒有講要降低側身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把它維持到原來的車高 那它有一些固定架呢 這個像是水平感應的感應吊架 這些位置的話呢 如果它原來是氣壓系統的話 這個就是判斷車高最重要的依據 這是前懸吊的部分 那正常來說 如果像這一台車 我們已經用有進原廠的ECU呢 把它的訊號把它Bypass掉 那如果有的第二種方式呢 就是它其實在前面的話 如果是電子阻尼的話 它有一個訊號 然後訊號插頭 然後可以從訊號插頭做對殺的方式 來騙取原廠的訊號 這個也是一個改裝的方式 因為它原廠的氣壓的懸吊呢 其實單價蠻高的齁 所以很多的車友呢 都已經把它改成一般彈簧式的 那彈簧式的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第二個呢 它呢價格便宜許多 第三個就是 日後的話 如果又壞掉的時候 也能夠維修 所以這個是很多賓式的 我們賓式W220還有F01 都賣得很好的原因之一 因為比原廠的便宜很多 這個是應該18吋的 18吋的規格 那後面的部分呢 比較多的要介紹的地方 後面的話呢 拆裝也不會很困難 它不用像 譬如說CAMBERRY 它要把後椅背全部都拆掉 不用 只要把後上板的一個小隔板 跟賓式W220一樣 小隔板拆掉之後 就能夠拆得到上座的三個螺絲 可是呢 它的內規板只要把它拆掉 再處理一下 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後面的懸吊部分 後面的話呢 一樣是雙A的懸吊結構 那我們正常來說呢 它的懸吊系統是正叉的系統 那我們把它做了一個島莊的結構 為什麼要做島莊呢 其實是爲了要方便車主的阻尼調整 因為它的後上用、、這前面個人交差 要做阻尼調整 它是整個把大部分 把它密封的 所以它后上部的话 要做调整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正插导装的形式 车主的话可以从这个地方 就能够做阻拟的调整 所以在调整上的话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上部的话还有一个转接座 可以转接下来之后 就能够变成是正插导装的形式 我们的B&W最新的G30 5系列的G30 也是类似这样的设计 会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如果做上可调的话 车主要调的话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可能需要把它的上座砖孔 但是砖孔之后就有破坏性的改装 所以就比较不建议 第二个方式就是可以从 可以做一个延伸调整机构 但是都比较不方便 所以它后上座的拆装 就是从这个影响的 饰板里面拆开之后 就能够从这里来做上座的拆装 所以在拆装的时候也会比较耗时一点点 最主要是要把这个 这个饰板拆开 然后上座的话有三颗螺丝 把上座拆掉就能够把边卸下来 这是它的后座 那它的动力系统其实呢 跟悬吊系统F01呢 据说是有串联的 所以这里的话呢 它的Sport档 Sport档还有一般的 Mono的版本呢 会跟避震器的悬吊 电子悬吊是有串联的 所以在消除故障码的部分的话 就成为刚刚说的会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是用对插讯号的方式 那第二个就是进ECU 把它的故障码把它摆pass掉 所以后面的悬吊系统呢 算是比较特殊的部分 那它的后悬吊系统跟前面一样 每一个悬吊系统的周遭呢 都一定会有一个水平感应掉下 那这个水平感应掉下呢 就是在感应它的车高变化 所以它的 呃 电厂的气压悬吊系统呢 就能够侦测到这个车高的讯号 来改变 那后面的话 我们这台车其实 呃 这两两千公斤左右接近两吨 但是它的后悬吊系统的摆设位置呢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特别的 特别的 支币支点的位相对位置 其实也没有特别大 所以我们的后弹簧配置的公斤数呢 其实只有配到六公斤而已 那长度的话有拉长到两百二十长 那这台车常常跟賓士W220一样 车友会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 当它改装了其他的品牌呢 呃 之后的话 乘坐感觉没有像原厂的气压 那么的好做 那最主要的几个改 几个 呃 变动的因素就是 第一个 行程呢 坐得不够长 第二个 弹簧坐得不够长 那行程 就是避充器作动的 区间范围 弹簧的话呢 也是避充器作动最主要的区间范围 这两个结构因素呢 如果做得太短的话 那怎么调整都一定会不好做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行程把它做到十五公分 然后弹簧是拉长到两百二十长 所以它整体配置起来的舒适度呢 嗯 也还不至于 呃 会比气压的差太多 那最主要的操控呢 就能够比原厂会好很多 那这一台算是F01 大漆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车身 它呢 当然大漆这个算是 大型房车的 所以它的空间呢 其实都很大 那这今天没有要降车高的需求啊 所以最 呃 主要的侧高部分的话呢 车主的要求就是跟原厂一样高 现在只有剩下优厚的部分 所以师傅的话再装 左前轮了 前面的话已经OK了 后面的话因为要拆掉一些试板 所以会比较耗时一点点 OK以上是今天的BMW F01 730D的安装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您刚好也是开一样的车款呢 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也欢迎试程 谢谢大家 拜拜